你们身边有特别爱吃土豆的人吗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干锅土豆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先把切好的土豆片煎至焦黄 锅不用洗加入五花肉 煎出油之后下入平面上的调料 这个时候再倒入煎好的土豆片 保留酥脆的口感 当晚饭都不够吃的干锅土豆就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